死命是什么 就是你创死人第一天要想明白 我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死命是不是足够精彩 足够可以走得差 那些东西不行吧 然后你想想看 你说死命说 我的死命很庸俗 你招不到好的人 很高大 又觉得那些实在的人不来 你一定要想明白 到底有什么要什么 所以我说我去看家公司的时候 我一般来讲 那个创死人不管他讲得多好 我很关心到边上那本人 是不是相信那些讲的东西 他自己讲得通口很多 然后起来大方助手 没有用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 死命就是阿里巴巴最早出来 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事 停息了这个死命 好像很宏大 但是你真正相信他 才会有人真相信 你不相信是没人会相信 你创死人没相信 你老板不相信 那基本上你找来的人 你上面开始松一点 下面是基本上垮掉了 所以你是真正去思考 因为死命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 在公司重大利益决定 生死至关 到底干这个还是干这条路的时候 死命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平时没有用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使命 take it seriously 使命不是写在墙上给别人看 是你骨子里面第一天成立这家公司 我就想干这个事 至于多和少是另外 我开个饭馆 就是他们喜欢到我们家吃我们家馄饨 这个馄饨包的就 所有吃过的人就是让他高兴 你会想出一切办法让他高兴 再一个是变态的 没有一种变态的执着和热爱 就是超常态 没有这种东西 你是不可能在后面这条路 在孤独的路 取得的路中 你能走下去 不管你信你不信 我告诉大家 所有走到今天成功的起见 一定莫名其妙有样 这个东西